某框棕彩工作面凸水事故 2010年8月2日5点50分 某煤框12105棕彩工作面发生透水事故 当工作面机头推进22.5米 机尾推进21.5米时 工作面110下处顶板淋水增大 随后踩空区顶板垮落 瞬间工作面涌水增大 跟班队长耕某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工作面 并向矿调度室汇报了透水情况 转发动手业 6点10分 溶水进入12105胶运顺槽 辅运顺槽和回锋顺槽及备用工作面12104切眼 胶运顺槽和12103回锋顺槽 预计溶水量58000立方米 透水事故造成12105棕彩工作面设备被淹 对煤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12105棕彩工作面 为采前对上部彩空区积水估计不足 没有对上部彩空区积水进行有效抒放 为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从彩工作面回采前 应对上部彩空区积水准确探测 对上部彩空区积水进行有效抒放 优优独立行备 原则进行有效抒放 在几岛中按照